第九百七十一集 要想对付张叶 难了 无论是哪一个世界 都是实力为尊 张叶强势斩杀孟元天尊 让全场的至尊都感觉到不安了 形势变了 元界的十五位至尊都默然尽力 谁都没有兴趣去攻击上古玉界了 即使是吞天龙祖这种狂妄的至尊 这时候也在暗喊掂量着 和张叶作对是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吞天龙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道 孟元道友陨落 形势有变 我们和其他的道友会合 商量一下应对之策 十五个齐齐离开 很快和太初天尊等至尊 会合到一起 元界的三十五位至尊都默然无语 暗罗天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把目光投到太初天尊身上 说道 张叶斩杀了孟元道友 很快就会赶过来 而我们的布置还没有完成 很快 我们就要面对张叶了 不知太初道友有什么建议 众至尊的目光 众至尊的目光都落到太初天尊身上 现在他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正面击杀张叶 三十五位至尊 只要有一位缠住了张叶 其他的至尊就可以从容布置 牢牢把张叶包围住 张叶虽然强大 但三十五位至尊齐齐出手之下 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 这个选择风险极大 如果成功把张叶拿下了 一切都好说 但张叶如果逃跑了 他们就永远都没有安宁之日 要想安心练气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说了 就算把张叶拿下了 他们能不能抽出张叶身上的混沌之气 能不能杀死张叶 这还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选择 就是和张叶和解 这无疑是最轻松的一个选择 但问题是 他们和张叶之间有着大因果 张叶会同意和解吗 太初天尊垂目不语 众至尊也不催促 他们知道 太初天尊正在运算天机 两久之后 太初天尊 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神取巨阻 神取巨阵 他刚才一番推算 极其吃力 太初天尊脸上闪过一丝喜色 睁眼说道 童天将灵 未来浑然一片 已经难以看清了 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 童天很快就要有大动静了 这次大动静之中 可能有一线生计 所以 我们现在 什么都不做 静待机缘 善 一位至尊微微点头 离开了 很快 元界的至尊 一一离开 上古玉界之中 混沌欲如意 身躯震颤 显然 他激动到了极点 想不到啊 不知不觉间 张爷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连至尊都可以斩杀了 一个树形的未安存在 微微点头 这个树形的存在 正是上古玉界之中 一个极其强大的存在 红杏神术 又一个存在 缓缓出生 说道 其祖 你和张爷 结下了善缘 做得不错 这个存在 是上古玉界之中的 另一位至尊 玉真天尊 玉真天尊 在上古玉界之中的地位 还在混沌欲如意之上 一人 一气 一树 这就是上古玉界中 最强大的三个存在 红杏神术 红杏神术摇摇看着远方 松了一口气 这些来客 总算走了 混沌欲如意说道 书族 你就放心吧 他们不敢返回来了 张爷拥有 张爷拥有斩杀至尊的实力 他们 已经怕了 红杏神术 微微点头 混沌欲如意叹息一声 又说道 哎 距离蔑视 越来越近了 希望张爷能够踏出这最后的一步 获得真正的长生 和逍遥吧 玉珍天尊摇摇地看着虚空 说道 张爷是最有希望踏出最后一步的人 不过 时间有限 想要踏出这一步 千难万难 混沌欲如意说道 我们还没有机会超脱 玉珍天尊 沉显了一下 按理来说 就算是蔑视大劫 也会有一线生计的 但从大劫开始 我一直看不到机缘在那里 现在 我们玉珍 已经有一成的生灵陨落 照这样下去 永不了两万年 玉珍之中的生灵就要死绝 我背 也免不了一死 混沌欲如意 和红杏神术黯然 道友却是悲观了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正是张叶来了 上古玉节 张叶和三位至尊坐到一起论道 张叶踏入了混沌大道 无论是玉珍天尊 混沌玉如意 还是红杏神术 都对张叶生出极大兴趣 张叶一道 就被他们拉入上古玉节 坐而论道 说是论道 其实是张叶讲道 张叶讲述的正是混沌大道 混沌大道 玄之又玄 很多的东西都只能意会 而不能言传 即使如此 三位至尊也是受益极多 尤其是混沌玉如意 他的本体之中 就有一丝混沌之气 虽然不够精准 但却也沾了混沌的边了 听着张叶讲述大道 混沌玉如意 对混沌的理解 一天比一天深刻 张叶一击啊 就是三个月 这一时 张叶正在讲道 突然心头微微悸动 玉珍天尊 混沌玉如意 和红杏神术 这时候 也突然睁开眼 红杏神术 畜生道 心神不宁 必有大事发生 红杏神术刚刚说完 整个上古玉节 就颤抖了起来 玉珍天尊 神色微微一变 他乃是整个上古玉节中 最强大的存在 对上古玉节的一切 都是了然于胸的 但现在 这次震动 却是来得全无征兆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混沌玉如意 出声说道 一道冥冥而来的力量 拉动着上古玉节 奇怪 这道力量 到底是从何而来 他想要做什么 颤抖 越来越剧烈 玉珍天尊 沉声说道 我们联合起来 推算一下 很快 三位至尊 联合在一起 他们的力量 都是来自上古玉节 可以说是 同出异缘 联合起来 可以起到叠家之效 玉节 一阵推算之后 玉珍天尊终于叫出声来 张爷问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玉珍天尊脸上 露出一次震撼之色 我们的上古玉节 正朝着圆界而去 同时 我们还发现 其余的上古世界 也朝着圆界而去 看来 一百零八个 先天大世界 要合并到一起了 天地大变 天地大变呢 一百零八个上古世界 合并到一起 肯定会引起 无尽的杀戮 但超脱的机缘 也很有可能出现 张爷正是动容 超脱的机缘 这是每一个至尊 都梦寐以求的 张爷可以想象 这种机缘一旦出现 将会引起 何等疯狂的杀戮 张爷沉醒了一下 向三位至尊告辞 现在的天地巨变 也不知道会出现 什么变数 张爷虽然很淡定 但有些东西 还是需要留意一下 需要布置一下的 机缘很有可能出现 玉真天尊 混沌玉如意 和红杏神术 他们也需要布置一下 这次讲道 就这么匆匆地结束了 张爷返回北海 招来花絮天尊当人 吩咐了一番 无论天地如何大别 混沌大道 终于是我的根本 我还要抓紧时间 进入到混沌之中修炼 这元界 我再留下一个 分身坐镇就行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算起来 雷龙分身 也应该恢复记忆 已经可以做出 很多事情了 张爷静力不动 一个虚影 从身体中走出 这个虚影 正是张爷分化出来的 力量分身 拥有张爷三成的实力 张爷分出力量分身之后 突然打出一拳 打开重重空间壁垒 第三次进入到混沌之中 参悟混沌大道去了 本尊 本尊离开之后 分身 缓缓变化 赫然又是一个张爷 张爷手掌一挥 也打开重重空间壁垒 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这个方向 正是张爷出生的世界 蛮荒 张爷虽然只有本体的三成实力 但 却也是至尊之下 无敌了 只用了短短一日 就从原界 赶到了蛮荒 张爷打量了一下周围 并没有感应到 其他至尊的气息 这种情况 在张爷的预料之中 蛮荒世界 乃是张爷的一个软肋 但谁也不敢轻易 拿蛮荒世界 来威胁张爷的 毕竟 每一个至尊 都有着自己的势力 都有自己的亲人和家族 如果拿蛮荒世界 威胁张爷 张爷势必出手报复 找到他们的势力 和亲人下手 倒是 根本没人能够抵挡 再说了 以张爷现在的势力 哪一个至尊 不忌惮三分 这时候 还拿蛮荒世界 来威胁张爷 那就是脑子坏掉了 张爷感应了一下 对蛮荒世界的情况 已经了然于胸 蛮荒世界 虽然已经出现了 种种灾祸 亿万生灵丧生 但总体上来说 依然是生机勃勃的 人族已经成为蛮荒的绝对主人 蒙马相族的强者 已经不知所踪 很可能离开了蛮荒 寻找自己的祖地去了 而张爷的两个徒弟 云烟客和莫恨天 也不知所踪 也离开了蛮荒 前往元界去了 张爷离开之前 曾经留下了一个小世界给张家 在这个小世界的帮助之下 张家现在知凡夜貌 强者辈出 已经成了蛮荒这种 有名的武道家族 虽然在蛮荒之中 算不上顶尖 但只要继续发展下去 至少也可以 积身一流 张爷一走 就是两万年 很多的熟人 已经不在了 像张爷的父亲 资质不太行 勉强修炼到半部法道 最终还是受援耗尽而死 而张爷的那个哥哥 留下了十数个儿子之后 也在一千年前去世了 张爷当初的师父 真殿 三殿主 也去世了 张爷下意识地寻找徐黎七七 发现徐黎七七的秀位 竟然达到了法道第八重 这种势力 在蛮荒世界中 都是顶尖了 如果离开蛮荒世界 徐黎七七的实力 绝对可以快速提升 他的天资 并不比云渊客和莫恨天敌 物是人非 时间的力量太大了 短短两万年 就改变了太多太多 张爷默默地感应着 眼神中平静无波 他早已经见惯了人间沧桑 蛮荒世界改变虽然巨大 但依然难以引起他的感触 事实上 修炼到了至尊这一步 对很多东西都已经看淡 看待生死 看待万物万事的角度和普通的修饰 有着天地之别 和普通人就相差得更大了 普通人 见到一只小猫小狗死了都会悲伤一阵子 但在至尊眼中 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循环而已 生灵的生命来自于天地 死亡之后又返回到天地 所以死了就死了并不值得悲伤 这就是至尊的想法 如果看不透 就永远没有资格达到至尊 张也站立了一阵 轻声说道 蛮荒世界 法则越来越完善了 不过距离完美 还有很远 最多只能让人修炼到法的九重 本来 我是打算让蛮荒世界 自己慢慢完善 慢慢发展的 但现在大劫已经到来 已经没有时间了 为了防止蛮荒毁灭 只能先收起来了 一只手掌缓缓探出 这只手掌看起来并不大 但随着不断的探出 居然把整个蛮荒世界 都笼罩其中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声音